2016年 日 特勒議 視頻會議在下午一時開始 持續約1至2個鐘頭 特勒的辦公室在一份簡短聲明中說 峰會的重點包括對阿富汗人民的緊急人道主義支持 打擊恐怖主義 該國境內的行動自由和開放境界 自塔利班在8月15日接管夏布爾以來 阿富汗經濟幾乎崩潰 加上塔利班依據伊斯蘭教法實施嚴科管理 大家紛紛逃往國外 联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 參加了星期二的峰會 強調联合國在處理阿富汗問題上 被賦予的核心作用 部分原因是很多國家不希望 與塔利班建立直接關係 在這個還未得到美國等西方社會承認的新政權領導下 阿富汗的銀行正面臨資金短缺 公務員得不到報酬 食品價格卻飆升 路透社報導 古特雷斯10月11日在紐約對記者說 這場危機正在影響最少1800萬人 該國一半的人口 他補充說 隨著冬季的到來 聯合國正在爭分奪秒地進行大規模援助行動 一位了解G22程的官員表示 對於最脆弱的群體 特別是婦女和兒童 隨著冬季的到來 提供人道主義支持非常緊迫 意大利目前是20國集團輪值主席國 面對集團內部對美國從赫布爾撤軍之後 如何處理阿富汗問題存在的分歧 意大利努力安排了這次的會議 在這次在線峰會召開前幾天 美國和塔利班高級官員在卡塔爾舉行了會議 這是雙方自這個伊斯蘭強硬派組織 重新奪取政權以來首次面對面會談